好 只不过大家现在回过头 要来看看以色列的死伤人数 为什么会这么惨 因为在以色列这边 他们拥有铁球 是全球短程飞弹的防空系统当中 真正有经过多次实验验证 拦截率是最高 而且是最稳定的系统 那这一次为什么失效了 国际传家就普遍认为说 哈马斯他们在20分钟之内 发射了将近5000枚的火箭 用所谓的宝盒攻击 让铁球出现了防御空隙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礼拜三也要到以色列 除了展现对于以色列的坚定支持 更实质的是将带着 美国的重金支援 橘色火光照亮夜空 塔马斯向以色列南部城镇 发射火箭弹 以色列铁球防御系统挡了下来 这一次战争当中 以色列金钟灶遭到质疑破功 国际专家普遍认为 并不是铁球失灵 而是铁球仅限于短程防御 且防护区域涵盖有限 很难完全拦截哈马斯 在20分钟内发射的 5000枚火箭的宝盒攻击 为了补上铁球的防御空隙 美国将重金支援 结合以色列原先计划的 三层防控保险 重回完美的防御布阵 首先最外层是飞舰三型飞弹系统 可在距离地表100公里的 大气层外飞行并拦截目标 甚至具备有反卫性的能力 中层是大卫投石器 由以色列拉费尔和美国雷神 合作研发 能拦截40公里到300公里的 中层飞弹 最内层就是铁球系统 专门拦截射程 4到70公里的低空火箭 拦截成功率高达九成 百分之五十五的铁球零組件 都是在美国本土製造 过去十年来 美国无偿拨款十六亿美元 约台币五百二十亿元 资助生产铁球 而现在美国总统拜登 已经授权提供以色列额外支持 将运送武器和弹药 给以色列第一批已经抵达 但从以色列官方公布的画面 弹药的画面被模糊 官方说只是先进武器 国务卿布林肯这两天将亲自走访 以色列等中东国家 展现对以色列的支持 反观哈马斯资源有限 这一次的饱和攻击 恐怕将火箭炮的存量消耗得差不多 要如何突破以色列强大防御网 大家都在看 华视新闻王子欣 潘建任报导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